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洛 来来来我们赶紧开始吧 GoGoGo 好我们今天在西洋市来玩一下这个启示路 我们现在人呢在若叶镇这里 上一期我们回到我们的家乡之后呢 那么按照一般我们玩这个版本的进度啊 现在你们身上的徽章数量 应该至少要有14枚了 当你们确认没有道馆徽章遗漏掉之后呢 我们就从这里准备前往石英高原 我私底下已经稍微探索过了 那么基本上你们只要顺着这里的路 直直的向前走 就可以准备接到冠军之路那边 我们直接走来这 26号道路精灵联盟接待大门 那么比较麻烦的一点是 你们这里一走进来啊 就会看到这个 关东地区第八道馆的清律 那么他其实不太好对付 好清律说就你也想来救他吗 快点把小兰还给我 这是天大的笑话 我们这里就跟他进入对战 清律的话他派出来的是胡帝 我看一下我如果先剑舞的话 对面攻击没有命中 好出其一集 邪恶系的话可以克 对面身上带了这个气息腰带 好不行 我觉得这个地方我应该稍微切换一下 让我的马牛拉打头阵 应该是不太好的选择 对付他的胡帝 我用霞兜波� 这个幽灵系的绝招 看看能不能两下搞定 好对面的魔法闪耀 哎呀 OMG还搞不定啊 撑住啊 沙奈夺 好15滴血 紧接着对面下一只是化石翼龙 化石翼龙的话用兵系的绝招 冰他个两下 哇靠攻击这么强哦 还是成功的两下搞定 紧接着对面第三只的话是耶弹术 冰柱最急 冰系可以克 直接一个非夜风暴 哎他自己把自己也搞死了 那我哪知道你下一只是什么 好吧 随便派一个梅娜斯出来 哦是风速狗啊 完了他的速度应该比我快吧 啊果然没错速度比我快 那光是这一次我就搞不定啊 也拿我的等级 也就那么七八十等而已 我本来想说 待会我要到冠军之路去稍微训练一下 我不会这个地方要被他轰回家了吧 我的真气弹 虽然说对面打我也不太痛 但是我感觉这个地方我很危险啊 再来发空气斩 哎嘿 这种弹不得了吧 还好这个地方九死一生 然后再下一只的话是暴底龙 哇70等打90等的 来吧能量球 能量球打他好像还OK 下一集放个非夜风暴好了 看有没有机会秒掉 再来对面的最后一只折士怪力 我先派个炮灰上场好了 对面对我发了一个炸裂拳 哎呀我靠自己打自己 Shit 我本来想说 让我的搬运工具找怪出来 亮亮相的 我看待会只剩下我的喷火龙 可以拿来收头了 哇他的炸裂拳好强啊 出来吧喷火龙 这里飞行系的应该还有机会 切你个两下 拜托拜托 不要死不要死啊 可恶就差那么一点点 Oh my god 我被传造到哪里 我被传造到烟末室了 也太远了吧 好果断出去存档 这个地方我得好好的思考一下战略了 我把我杯包里面的道具拿来用一用好了 其实一般来说还是有一些方法的 好紧接着再来挑战 反正我们前面都剪了那么多东西了 这里不用白不用嘛 你这个情侣天哪 刚刚就差那么临门一脚 结果死在这边的感觉 真是有够不爽的 我们这里果断的再来一发 Shadow Ball 两下搞定 刚刚还要三下 这个道具威力有稍微增加一点 今天对面第二只的话是化石一龙 用急动光线 对面先都有发了一个尖石攻击 好强 我操 哪有这种事情 去把马牛拉果断冰柱最急 至于他的下一只风速狗的话 让我的空气切割 空气斩 老子连续切让你动弹不得 你在你在嚣张嘛 啊糟糕他咬了一下 你嚣张再切你 完了完了完了 这Fuck啊 关系还有马牛拉 初期一级 先把这个尾刀给剪了 我们整个他硬碰硬的 因为在这个版本里面 我们双方都没有办法使用这个回复药 对面先发了一个子弹拳 精神强念轰一下 好我估计我的沙奈朵要掰了 没有关系 我们这里采取的是舍身战法 把他的残血给解决掉 冰柱最急 好的 再来是暴鲤龙 握带这个草系威力增加的道具 然后加个飞夜风暴 Oh my god 剩3滴血了 啊哈哈害怕的动弹不得 蜥翼王 啊哈哈蜥翼王 太让人失望了 为什么他妈的动弹不得了呢 再来一次 攻击 Oh my god 天哪剩10滴血了 完了他的最后一只耶弹树 这个这个这个没有秒掉的话 我就输了 秒掉吧 Yes 吓死我了 我的老天鹅 我这个七八十等的队伍 打他六只九十等的 加一架五百多等的队伍 我打得好克难啊 OK总而言之 我们打完之后 他说哎呀 我居然输给了你 你这个怪物 我不会放过你的 哈 什么东西 他消失了 哎不是啊 他还没有跟我讲 这个小蓝的下落在什么地方 好啦总之 现在我们的徽章数量是15枚 最后一枚的话 之后应该遇得到 我这边稍微看一下 左边的话是接到哪里 左边直接接白银山吗 这里有个路标 往西边走 那么如果是东边的话 东边这里接出来 是接回关东的长盘市 然后跟这个人对话 哦他们就直接消失了 所以说之后 就可以直接这样直接来接去 不过在那之前呢 我先到长盘市去稍微补个血 刚刚跟小绿的那场对战 打的我身上的怪 全部都是残兵败将了 你们看 那么看来我应该花一点时间 把他们的等级提升一下 因为如果我们到联盟那边 不晓得有没有要打四天王 按照我现在的等级 搞不好四天王那些 全部都是六之一百等的 那还打个屁啊 我看要不这样吧 反正白银山就已经在隔壁了 我等一下到旁边 去训练一下我的等级 等提升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 我待会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联盟那边的情况 好这里先暂停一下 好的那么经过了 我的一通训练之后呢 现在我身上的怪的等级 已经六之一百等了 虽然说在各位看来 是几秒钟的事情 但实际上我练了好久 不过值得信心的一点 是我们左边的白银山 那边等级都非常的高 你们只要不停的打他 就可以在那里 升很多的经验值 而至于上方的冠军之路 我也稍微去探索过了 也在那边进行了严苛的训练 但是有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 就是我居然在那边 又遇到了一个闪光形态的盾甲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橘色的大象 非常的可爱 我觉得他看起来 真的是蛮cute的 所以说我决定 把它放在我身上 我遇到他的时候 等级好像是八十几等吧 所以我就小练了一下 也把它练到一百 好那么队伍都准备完了之后呢 我们这里就准备 穿越这个冠军之路 但是在这个冠军之路里面 他有一个非常 非常令人恼火的设计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当你们走到快要 接近出口的位置的时候呢 前方你们会看到一群人 我的天哪 这个版本的设计 他把神奥地区的八位道馆馆主 还有四天王 全部都挤在这边 挡住你们的去路 也就是说呢 接下来我们要打十二轮的车轮战 打完他们之后 你们才能够穿越这里 我的老天鹅啊 这个设计实在是太过分了 那么他们的等级都是90等起跳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们没有先准备好的话 这十二轮车轮战 基本上是很难打的 而且在这个版本呢 我们是没有办法使用 这个回复药相关的一些药品 所以我们只能跟他们硬碰硬 那么各位在打的时候呢 尽量是注意一下 这个属性克制 还有自己的血量 要不然一个不小心 就会被他们轰回家的 但是各位不必担心 好像在中间的几次战斗 会帮你免费的回血 所以如果有玩这个版本的好朋友 在这边我只能祝福你们了 那么我自己的话 我就稍微想想办法去碾压过去 而这部分的对战 我就不要太详细的去解释了 我应该会选择用快进的方式 给大家快速的带过一轮 那么神奥地区的八位道馆馆主 他们分别是岩石系的嫖太 草系的菜种 格斗系的阿里 水系的极限 幽灵系的梅丽莎 钢系的冬瓜 冰系的小松 还有电器系的电刺 而至于四天王的话呢 是虫系的阿柳 地面系的菊野 火系的大叶 还有超能力系的无松 那么在我们本期开录之前呢 其实我真的尝试打了几遍 但是我发现了 哎呀 这个没有可以回血的道具 实在是让我有点难以招架不住啊 所以这里的车轮战 我打得非常的辛苦 老实讲 我应该去抓几只神兽 来应付他们的嘛 但是算了没有关系啊 因为毕竟从前面几期 我就一直固定用某几只怪 这个玩着玩着 也是培养出感情的 所以在这边 我决定还是用他们 看看能不能快速地 把他们给打完 哦我的天哪 好累啊 经过了一阵努力之后呢 终于是打完这12轮的车轮战了 好那么我们打完他们之后呢 他说好厉害 然后他们就全部消失 哦刚刚那12个家伙 我打得超新累的 我干我现在身上都已经残兵败将了 来走走走走 我们走出联盟 然后这里会有这个阿四挡着 挡着我们的去路 那么这里的设计 纯粹只是让你拿徽章 打完他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密传机02飞天 可以飞到各个城镇 再也不用徒步走了 联盟的大门由我守护 你休想过去 呃不会吧 原来是13轮的车轮战了 OMG不是吧 我刚刚打完那12轮 身上的怪都还没回血 完了我要被他轰回去了 我总不可能靠一只美纳斯就打赢他的 好没有关系 老子就再走一次 但是如果再走一次 又要再打那个12轮的车轮战的话 我就直接删件了 如果是这种设计 那就太过分了 对不对 哦对了走这个山洞啊 总感觉路上遇到的野怪非常之多 那么你们可以考虑在身上放一个 烟雾弹那个道具 这样子就一定可以跑得掉 要不然你们遇到那个山地鼠啊 你们无法跑掉是很麻烦的 我们这里跳过来之后 哎呀好多好多的怪啊 走上来太好了 那些人都已经撤退了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上来 我们快点把这个阿四给打完 然后稍微看一下后续 有什么样的这个剧情要去触发 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 我觉得本期的时长已经算是 应该是蛮够的 待会我想我就直接做ending好了 现在其实再来看看 后续是怎么样做结尾 你们这些格斗系的 老子超能力系的 面死你们 OMG还带气息腰带 我刚刚打那么多场车轮战 我从来不用气息腰带的 不过打他们之前 我非常推荐大家 就是可以用一下 身上如果有 可以提升属性威力的一些道具 增加一点威力嘛 免得有的时候你打人家 就残血 剩下那么一两滴 很尴尬的 我们打到阿四之后呢 突然想起来 老婆让我早点回家 下次你就等着求饶吧 他就直接走了 我们看一下 我们身上的训练式卡片 伟章数量已经达到了 成都地区的八枚 关东那边的也全部拿到了 所以我们身上伟章十六个 好像没有什么可以适合拿来飞行的 至于这个里面 居然一个人都没有 连个帮我回血的PC 这个乔一小姐呢 电脑倒是可以直接使用了 不然我们直接进来看看吧 前方我们看到了大吴 这个风源联盟的冠军 还有神奥联盟的冠军 估计是为了要堵住我们的巨路 待会要跟他们进行挑战的 算了 今天我觉得好累啊 刚刚打那十三场 我已经觉得很身心俱疲了 那么剩下的部分 我们改天再来看看吧 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 感谢各位C5 拜拜 by bwd6